7年开始一直到2013的所有行政区 性别年龄别的人口数 可是还有2014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做资料 你们好像是叫取得外部值 取得资料 然后这边我选新查询从档案 然后从资料夹 因为记不记得就是我必须要连到一个叫 People2了 确定 好 其实你点 应该可以直接点合并并编辑 没错就是这个档案 然后一样看到都是正常的 没有乱 所以就直接点确定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这People2 做法就跟刚刚非常类似了 所以我们就一样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因为等一下我们为了一致性 所以干脆我们不做那个合并 合并 我要的 我要的就是 一岁二岁三岁四岁这些 就跟刚刚原本之前拿到资料是一致的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更名叫做党名 重新命名 党名 党名 这个叫民国年 民国年 所以重新命名 民 民国年 那既然是民国年里面 因为他就只有103 再接下来这是行政区 行政区 所以重新命名 行政区 然后接下来就请把不是行政区的都拿掉 像总计就不是了 12个行政区 确定 然后这是性别 我想也没有问题 所以只要把这个G拿掉 像这个有空白 这个有空白 这个没有空白 这个空白都要拿掉 取代值 空白 然后取代为没有 确定 滑鼠右键 取代值 把性别里面的空白拿掉 再来总计 再来总计 删掉 总计整个移除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整个转 整个转 整个去做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数 我们再把这里面 我们再把这里面 有何记的拿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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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何记的都拿掉 确定 确定 对不对 我忘记把最后两个名字改掉 对 我忘记把最后两个名字改掉 记不记得这个叫年龄 这个叫值 对不起 补作一下 这个是年龄 年龄 年龄 这个叫做人口数 人 人 口数 请问人口数会不会有小数 不会 记得要选择 选择什么 整数 否则的话 这边叫整数 刚刚那边 这边是小数 那边是整数 一样 类型不一 再来就是 这里面 你不要小看 这里面真的有空白 否则的话 空白零碎 会跟另外一个档案里面的零碎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所以 所以记得 这个 这个叫做取代值 把空白给拿掉 把这个空白拿掉 还有记不记得 我刚排的顺序 党民 民国年 行政区 然后放的是什么 姓别 然后放的是人口数 然后年名别 对吧 所以 为了方便起见 所以干脆 干脆把它移动到最结尾 这样就一致了 这样就一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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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